Hello大家好 我是阿猫 今天跟大家聊聊乐队下定第三季 是不是 然后呢 带了一个新的项链 安娜路易萨他们家有了新的项链 给大家瘦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挺摇滚的 还有新的耳环 我就戴上了 所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安娜路易萨他们家的项链还不错 喜欢的话 可以去他们家的shop看一下 这个全球包邮吧 I don't know 好像是这样 然后呢 今天那个直接进入真正的话题吧 聊聊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啊 我不禁想起了 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时候的阿猫 那个时候的我吧 如果熟悉这个频道的老粉 应该知道 那个时候的我 还是一个坐在小卧室的窗台边上啊 然后呢 头发也是梳这边 穿着一个红毛衣 然后在这里啊 眉飞色舞 绘声绘色的来跟你们讲 我看了谁 我看了新裤子 我看了五条人 我看了海归乐队 我看了痛痒 一个哪吒在那里蹦啊蹦 高虎 我好幸福啊 我好开心啊 对吧 但是呢 到2023年的时候 我觉得 这些上综艺的人 这些乐手们心态不一样了 在底下去看他们的人呢 那个观众也都不一样了 然后在隔着屏幕 在看他们的我呢 我的心情也不一样 我现在在对着一个屏幕 在跟你们讲的时候 我的心情又完全都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抖转乾坤 乾坤大挪移 一个什么都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还期待 一档综艺 即便它舞台的设置啊 一个大屏幕呀 包括一些icon 一些包装 logo都差不多 马东还是那个马东 大月迷 还是那么几个大月迷 在上面 按键我喜欢 大张伟还是那么的 那么的圆滑机智 那么情商高是吧 然后呢 那个插个大魂了 那些乐队还是会互撕 你以为所有东西 可能都跟原来是一样的 只是又换了一波乐队而已 但是其实你戏品之后 已经发现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了 看完先导片和第一集的上下 整体的感觉就是还不错 挺好的 但是呢 就觉得缺点啥 那缺点啥呢 我也没想到 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 第一缺了期待吧 这个第三季啊 老实说 没有我特别薪水的乐团 呃 有第一季和第二季过来炒冷饭的 sorry 不是炒冷饭 就是我很 很希望 期待他们的回归 比如说九连真人呢 Mr. Myth 因为留恋参加了浪姐三嘛 所以下去火了起来 对吧 有流量啊 还有谁 还有这个阴宗的常客啊 这个二手玫瑰 是吧 反正就是熟面孔 熟面孔 当然呢 也有一些台湾那些乐团 比如我们橘子海啊 什么康斯坦的变化球啊 一些小众音乐圈里面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啊 其他的就还有一些国内的所谓的老牌的一些乐队 但是你想想第一季和第二季已经把这些乐团的这些资源消耗的都差不多了 能来的也都来了 不能来的也就是肯定是来不了 就是来了之后节目也过不了审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很尴尬 就是进入一个真空的状态的时候 谁去填那个中间真空的那个点 这个就是国内乐团面临的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呢 看了这个第一集的上面之后 老实说啊 没有什么太有记忆度的 国内的乐团 除了乐手之外 肯定还有这个台上的所谓超级乐迷 就你们还记不记得 以前这几季的什么超级乐迷啊 这个周迅在上面就是非常失败 不太不太会说话 对吧 然后呢 这一季请了谁呢 请了纳英 我觉得纳英绝对是一个大败笔啊 真的大败笔 就纳英真的是属于要啥没啥 就是要颜值没颜值 要唠嗑 要说话没有唠嗑说话的能力 就是他在上面在干什么 你让他去像亚东一样 能说点从音乐的角度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什么叫Riff 对吧 就是你在听这歌的时候 怎么能跟一个歌去通感和共情 聊聊乐理 就他他妈显然也不懂 就是 就是看他就是贼辣烦 你知道吗 就是I'm so sorry啊 这个 但是他唱歌确实是把好嗓子了 但是你让他飞在底下当个什么超级乐迷 我觉得委屈他 我委屈他 另外一个女嘉宾呢 是高叶啊 高叶是演这个狂标里头的大嫂 是吧 然后这个高叶呢 站在上面明显就是 可能在当时他们在录制的时候 狂标正在特别特别火 但是这会儿狂标已经都风过去了 大嫂还有谁提及大嫂的名号是吧 所以把高叶放在那吧 也是尴尬 但是高叶至少还有颜值 至少也长得挺好看的 至少说话吧 有脑子啊 我觉得比请大英强啊这样 另外呢就是张亚东还是那个张亚东啊 我觉得张亚东是绝对每一季不能少他 就是有他在绝对是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人在那儿定着 另外呢两个这个邪性 所谓邪性 大张伟和这个这个叫什么 和这个新裤子的彭磊啊 就是这个大张伟老师当然也是发挥一向非常稳定啊 但是彭磊吧 他又属于那种他不适合当大乐迷的一个人 因为彭磊是那种他是明星啊 他是要站在台上熠熠发光的那个人 而且他是那种别人得跟他互呛 别人得跟他说话 说话得有来有回有来有回有来有回 然后他就能能在这个话头上面越来越翻出花来 然后花来 他的那个小机灵 咯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一点点冒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人 彭磊这个人说话特别有趣 脑子转的又特别特别快 然后嘴又很非常非常毒 其实是具有综艺效果的 但是把它放在那个超级大乐迷的那个上面呢 就是他说不上话 他没有大胆尾脑子撞的快 你知道吧 然后马东有时候还不还不是 还不是特别容易cue他 所以他的那个劲发挥不出来 这个是请彭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端 在下集我都有点看不下去的时候 蹦出来的一个叫虎啸春这么一个乐团 never ever没听过 就是从哪冒出来的一个什么玩意不知道 然后那个主唱吧就挺有意思啊 就是里面的所有人小伙子全都是愣头青 主唱弹吉他上去弹第一个音就把吉他弦给弹断了 然后那个播片也飞了 全场找播片就是出了很多瑕疵吧相当于 然后这个小小伙呢就都特别好玩 跟马东说说那个 我就怕有今天没明天 所以我每一场都会弹得很用力非常狠 然后这个马东就问他你才多大呀 你这个一副就就是你明天就要就要死的意思吗 小伙子说我24岁 然后后来小伙子就说其实他很珍惜这个舞台 他只是想每次都尽兴是吧 我觉得这个还就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这个乐队明显这个唱的是我一点记忆 没有任何记忆度啊 在talk的这个talking环节 还是把人给抓住的 但是你说他这个talking环节有五条人那么那么精彩吧 倒也不是啊 但是吧他就还算是整集的那么一个小小亮点吧 这个亮点的倒也不是这个主唱吉他手 是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吹吹管的一个 你看起来啊就是跟路人毫无差别啊 他在旁边拾个什么塑料袋啊 什么捡个什么吃的什么的 也都觉得这个非常的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质朴的男孩啊 带个带领镜什么 像个理工科男生啊 就是下一秒可能抱个书包去做实验也是有可能的 你怎么都不能把他跟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乐手给联系起来 I'm so sorry 站在上面啊 就是一个整个一个 哇就这个孩子啊 他怎么了 就说什么都慢半拍 完全不在线 然后他说就是他已经飞了 知道吧 就是说他表演完了之后 明显还没有从里面抽离出来 然后进入到现在一个情境 就是对面是一堆闪闪发亮的明星 在对着他 然后问他话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是go blank 就是整个人一片白 答非所问 你知道吗 然后然后马东就说 然后忽然间就扯出来一出 对面是彭磊 他就说我特别 他特别喜欢彭磊 就跟彭磊在那儿鞠躬什么 他说我没想到 能这样对着自己的偶像什么的 然后那个他就说 我能不能过来抱你 然后这个故事行进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然后这小伙呢 就从那个上面亮亮牵牵都给吓来了 摸着黑还抱错了 一开始抱了个摄像 那边人说不对不对 这不是彭磊 然后呢就跟彭磊一把抱住 哇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拥抱啊 是整个这个第三季第一集里面的滑彩乐章 居然都不是在上面唱歌的滑彩乐章 是这一抱 因为这个小伙他抱人的那个状态啊 抱的太扎实了 太结实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跟跟一个你爱的偶像和明星 或者你爱的一个人 或者赢爱的什么样 你可能就是爱就是贴一下 或者就是爱抱一下 有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把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抱在怀里面 横横的搂着 有那个身体的那个重力和压力 给抱住的时候 那个传递的情感浓度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然后就那一抱 把马东直接就抱哭了 然后这个小伙呢 又后来又抱了马东 后来抱湛亚东的时候 也是抱了好久 就是那一抱 又抱这个大张伟 然后所有 就是他一抱底下乐手也跟着都哭了 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看的人啊 我当然一看我就一下子也 哎就晚上那个 好像要夺框而出 但是就hold住的感觉 就是你会发现 哎呦还有这么多真挚的人 真诚的孩子 然后真诚的乐手 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就问这小伙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这小伙说他的爱好是装修 装修又好像又不是家居的装修 renovation之类的 好像还是做一些手工之类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有可能这小伙 平时你靠乐团的这点收入 是明显仰慕活他自己的 就干点别的能来钱的事呗 但是他还是愿意回味到舞台上面啊 作为一个乐手 而且呢他的那个乐器还是一个笛子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就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 I'm so sorry 对就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又看到了一个大偶像 大明星 然后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觉得 我还能发挥我的余热 然后抱一下这些人 扎扎实实的抱在怀里面 就余心足矣啊 就这一份情感的浓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get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看了这个乐下第三季第一集 我觉得还不错啊 有打动我的点 另外就是看乐下啊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享受 就是你 当然你能享受到舞台上面 这些人 这些乐手们唱歌的这么一个听觉的享受啊 同时还有我这个后面这个大屏 这个大屏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啊 到第三季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内容也更加的用心了 比如说他会用一些 非常后现代的一些手段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来模拟出来 某种情境 让你一秒会非常有代入感 进入到一个情境里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还挺棒的 你还记得第二季的时候 五条人不是上去之后把歌换了吗 把歌换了之后呢 后面这个大屏上面的 本来跟他这个乐曲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灯光可能也跟不上了 什么什么也都乱了 是吧 就是所以呢 就是当一个乐手 你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后面还有那么多辅助你来传达这个故事啊 声音啊 灯光啊 声音啊 还有后面大屏 然后显示的一些平面的一些内容啊 当这些东西通通通通辅助到你的时候 明显会非常非常给这个乐队加分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呃 我我我是我现在非常能接受的一种 新型的一种表演状态了吧 当然你说如果我还是喜欢硬核摇滚 然后后面什么都没有 就给他一个舞台 然后几个人光光光光就能就能OK 也可以对吧 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二手玫瑰应该是做得到的 像高虎啊痛痒啊 就是老一辈的刺猬 那个鼓一起来也就都做到 后面是什么屏幕上面是什么字都无所谓了 呃 但是又有几个月几个乐队能真正驾驭得了这么庞大的内容量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月下三啊 第三季 看第一集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观感啊 最近已经太长时间没有时间去追综艺了 特别是内娱的综艺啊 这个真的跟两三年前三四年前的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希望能通过哎月下三这个综艺再把以前拿闷给找回来吧 嗯 干嘛老关注那么那么多苦大仇深的事啊 是吧 你是关注不完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从那些苦大仇深的事情里面 把自己拔出来 然后看一点像音乐呢 舞蹈呀 呃 还有没有脱口秀我不知道了 戏剧呀 这些很纯粹的东西上面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走过路过点赞转发 关注订阅一下 因为创作不易啊 坚持说真话也是很不容易的 OK 拜拜 拜拜